甚至有時候氣候不好的時候 就懶惰不想站出來投票 所以其實民調 某部分就顯現我的一個危機 請教民調的問題 看到是大贏16個百分點 但是有一個趨勢是 李小福下滑到1.2 那對方是有上升到5個百分點 民調都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我非常擔心 因為民調如果贏對手 我們很多的選民想說 你大概混淡選了吧 就不願意幫我們吹票拉票 甚至有時候氣候不好的時候 就懶惰不想站出來投票 所以其實民調 某部分就顯現我的一個危機 每一張選票 每一個連營群的族群 都是侯友宜要積極地去爭取的 不管是年輕人 中年人或是長輩們 侯友宜一點還是愛家 每一張都是我要爭取 爭取支持的 那還有可能像電音發 那種跟年輕人站在一起的活動嗎 年輕人喜歡的活動 侯友宜不但要去了解 更要積極地參與 這是一個態度問題 那我希望我還能夠更深熱 跟年輕人有機會 能夠更了解 跟他們走得更近一點 更了解他們 洪富克是因為辯論的這個部分 年輕人希望說政策可以越變越比 但是你這邊是不是傾向拒絕 目前我的選辦還在接觸當中 還在了解 是 是 10